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我是Chris 今天我們邀請到來賓 也是DJ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一定都有看過他的作品 可是他會覺得他的東西 可能有一點神秘 視覺上我們都會交由 這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去操刀 他的名字叫做VJ 這次榮幸邀請到一個 非常有名的藝人的VJ 他的有名程度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來歡迎 ASKING G 嗨大家好 我是紀雲 然後英文是ASKING G 做VJ已經做大概六年左右 平常除了做VJ 我還有做MV導演的這個角色 那VJ的部分就是有分Festival 跟做演唱會這樣子 製作跟執行都有 我們先幫大家科普一下 VJ這個東西它是什麼意思 VJ他的全名叫Visual Jockey 那DJ的全名他叫Disc Jockey 意思就是說接歌的人 那Visual Jockey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接影像的人 邏輯上來說 如果你懂DJ的概念的話 其實VJ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只是我們接的東西在接影像 所以其實以一個很純粹的解釋就是說 VJ就是在可能演出的當下會去 配合音樂跟配合演出的內容 去切換一個影像的內容 所以其實他可以把它想成是 DJ的話是接音樂嘛 那VJ其實是接影像 只是說在表演的時候 兩者要互相配合的 所以我覺得兩個合作其實是滿重要的 嗯 是 好那接著我想要問 妳剛開始是怎麼接觸到這一塊 其實我以整個工作 career來說 我是先開始做VJ的 我大概是在2015年 那時候剛好因為上大學 我念的科系是 時間大學的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主要的契機是因為那時候上大學 然後選了這個科系 因為我以前從國中就開始聽團 我其實是先開始聽團 然後後來才聽電子音樂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很喜歡看表演 一直到高中那時候就是 看一些樂團演出的時候 發現他們後面會有一些 可能投影的視覺 或是LED的視覺 那時候我就很好奇說 欸怎麼會有一個角色 是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以 台灣的這個生長環境來說 我們比較少那種Festival 可能像Ultra 或是可能Tumorland 這麼大的Festival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小時候比較難接觸到這些演出 然後加上因為我是高雄 所以我其實以前比較少 真的能看到那種很大型的演唱會 就是相對台北來說會比較少 反正因為高中那時候就是看表 看到有這個角色 我就覺得剛好跟我唸的這個科系 好像會有一點關係 就去研究它 就我那時候是因為OVDS的關係 然後看到有VJ這個角色 好喜歡他們 對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喜歡 他們的音樂跟整個表演 我就覺得就是可以很沉浸在裡面 主要就是 他們那時候的VJ是Pocky 然後現在是黃針 就是等於有點算是跟黃針學了一下說 那我們這基本的VJ到底要怎麼做 他也就是帶我比較快上手 這樣後來就也是自己研究說 那影像要怎麼做之類的 大概是從2015年這樣子開始 後面會開始真的接觸到演出 是因為認識一些樂團朋友的關係 那他們可能因為辦Party 或是辦演出的時候 會需要有一個人去做這件事 那他們可能就慢慢因為我做一些這些東西 像我可能覺得好像蠻酷的 然後就開始找我做一路這樣慢慢開始從可能Underground Party 然後一直做到現在這樣 了解 就慢慢也是從樂團然後變成到主流Manshee 對對對對 都是也是做蠻久的 我想要呼應你剛剛說 因為其實VJ跟DJ本質上有一點點像 那其實有蠻多的DJ他們的作品 會是胖哥會是自己的作品 那像你自己的素材 你都會自己去製作 這一部分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 一直不太懂VJ這塊的範疇 到底包含了什麼 對 那其實對我來說 VJ是完全有分成兩塊的 就是一塊是VJ的製作 一塊是VJ的執行 那這就跟DJ有分 Producer跟 DJ 純DJ 就是真的只有在接個人DJ 就是大概是這個區別 那VJ執行這一塊的話 它其實就是基本上每一個VJ 都要先會的基本 因為它就是很單純 不管你什麼影片來 或是什麼別人做的影像 或是你自己做的影像隨便 但是它就是一個 最基本的你要會的技術 VJ製作的這一塊 就會相對複雜很多 因為它小可以從做一個loop開始 那大可以到做一場演唱會 就是它是完全很廣泛的內容 像常常會有一些人來問我說 欸你有在教VJ嗎 或者是我想要學VJ 那你覺得可以給我什麼建議這樣 那其實我都會先想要問 那他們想要學的是做VJ的素材 還是去執行VJ這件事情 因為兩者的差異其實很大 你執行你可能真的 你練個一兩個月 你可能就會基本功了 但是製作的話 那就取決於你要用什麼軟體製作 你要製作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要學3D 那你可能要花兩年 你如果只是要做2D素材 那也許你花了一年 所以其實差蠻多的 你說我是不是都自己製作了嗎 這個就是 講白一點就是看預算 看案子的預算 我完全可以 應該說就是看需求啦 就是說 像有一些可能DJ set好了 他們其實不一定需要 每一首話 全部我都要做事 所以他有時候可能說 我想要的氛圍是什麼 那我去幫你找 符合你這個氛圍的素材 然後我就幫你放 那也許那些東西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創作的部分是在這整個set 我幫你怎麼分配跟怎麼去對定 這些東西都還是屬於我去執行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他們會覺得說 欸 可是那素材又不是你做的 那你怎麼會說這個表演是你做的 就是有些人會有這個迷思 但是說真的就跟DJ放歌一樣 就算那些歌不是他們做的 但是你怎麼接那個都還是DJ在做的夠 沒錯 對 所以VJ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就算我今天素材不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我還是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力氣在去理解這個人的音樂 當下怎麼去對決 然後跟怎麼去挑選這個素材 那你會不會覺得 VJ跟DJ之間的默契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因為我會覺得說 DJ跟VJ其實他們都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可是因為現在看起來就 它不像是DJ OK 你只想要傳達你自己的氛圍 你同時可能還要跟視覺 那VJ其實跟音樂我覺得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覺得那個Sense有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候也是有點看緣分 我其實覺得就是DJ跟VJ如果默契很好的話 其實會超級省時間 因為舉個例子來說 就像我跟DJ Rai Rai 我們很常配合 就是我有做滿多他的MV 然後也幫他放滿多長他的演出 那其實我跟他除了可能Incro的這個part 是我們先收集好的之外 其實幾乎所有其他的部分都是線材直線 他怎麼接我我怎麼分這樣 就是我們其中沒有在彩排 我頂多問他就是 就是你最後一首可能會是什麼 或是你的第二首會是什麼 那中間它是什麼 我都不會事先知道 了解 我以為你們會有Time Call 我們完全不走Time Call的 帥 我們連Ultra都沒有走Time Call 超帥 因為我知道演技的VJ他們是 直接拉一條Time Call到後面去對 我們真的就是靠默契 而且因為我本來就很聽他的音樂 然後也很常聽他放Set 所以他放什麼歌我可能 通常來說大概三分之二我都會先聽過 就事先就聽過了 不是因為特別去準備 那你以為你們真的是蠻有默契的 就是真的是剛好有投緣啦 有投緣 那既然你都講了你都即興發揮 那我想問一下你的靈感來源 例如說可能你聽到一首歌 你的思路是怎麼樣轉換成印象 你覺得應該是要變成是這樣子的感覺出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靈感的部分 會建立在於我的可能生活經驗 但那個生活經驗很廣泛 例如說以我過去看過的演出 或是我過去參加過的Festival 它長怎麼樣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對於這首歌的 視覺的印象 就例如說可能我自己去看人家的表演 當下那首歌人家是用藍色的光 然後可能藍色的影像去做 因為我自己的體驗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就會印象中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是藍色的 或者是像我覺得比較兇的歌 通常我就會配合用紅色的視覺 因為我覺得那個當下給人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intense 熱血沸騰濃 所以我說生活經驗這件事 可能大概是這個意思 它是取決我看到或我聽到 或我自己體驗到的經驗 然後去轉化成我對這首歌的印象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我可能配合我們這一場 演出想要給人家的概念或是感覺 那會去重新設計 那接著呢我想要請教的是 你第一次昂秀 就是你第一次跟DJ一起上台 這個石頭袋是什麼時候 我比較深有印象應該是2016年 但是其實大家應該也會對這個不太了解 就是到底VJ這個角色是 通常會在台上呢 還是會在空台 那其實VJ這個角色通常來說都會在空台 就是在Borrow House 就是會在舞台對面 但也有一些 因為像我以前看OVDS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的VJ在台上 然後我才會發現原來有VJ這個角色 那我其實我也有上過台放VJ過 但是以第一次演出來說應該是2016年左右 然後那時候我最有印象的是在拍 那時候就是有露比費托那時候還有找我 他有做了一場underground party在拍 那一場就是因為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想說也沒有真的很試過打一整個party set 那我就去試試看 我記得那一天就是我收到的Feedback 就是還不錯 所以我才覺得有建立到我的信心 就覺得喔那我可以繼續做 那個真的都是事前你大概先準備一下素材 然後當下他們放什麼就是跟什麼 但我覺得我很沉浸在放VJ當下那一感受 就是我也不用事前準備什麼 但是我就是會完全跟著音樂去走 那個狀態我很難用文字來說 但其實就是你會完全有一個人機合一的感覺 沉浸在那個Flow跟Vibe裡面 對真的就是我覺得跟DJ放歌有時候很像 就心流心流 心流心流對 佛系VJ 沒有佛系沒有佛系很忙很忙 對啊應該是說就是你剛好那個tone有對到 其實做什麼就會很順 對我覺得好像真的有時候 那邊的氣場啊或是整個氛圍啊 跟你合作的藝人啊那些 我覺得都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 然後如果是說上台的話 我的確有上台演過VJ 那大概應該也是2016年左右 那時候也是跟著Ruby沛圖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自己的Live Set 會在台上 然後那時候反正我就跟著他一直在台上 那其實我是很喜歡那個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我今天在做的這些動作 大家也許會比較看得懂 喔那原來影像跟音樂它的互動關係在哪裡 對因為可能我會跟著點會去做一些動作 那大家就會可以比較理解到說 喔原來這些東西不是只是有人在空台放影片 就是它是有人在操作 那我覺得以表演這整件事情來說 這樣會比較好看 好那下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 你說跟像瑞瑞合作之外 你有像可能Yellow Cow 還有像Josh Band這些大咖的藝人合作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跟他們合作一些經驗 除了像瑞瑞剛剛那種比較即興一點之外 Yellow Cow的部分其實也合作蠻多次的 我跟他們合作的內容有他們的MV 也有他們的VJ Set 那之前其實有好幾次都是 我本來要跟他們出國去Tour 那可能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可能一些簽證什麼的 時間來不及之類的問題 所以就導致我還沒有辦法真的跟他們一起Tour 但是之前也有當地的執行VJ 我可能就是用遠端的方式去跟他們一起Tour 喔遠端喔 但是不是我遠端放 是因為其實VJ有分事前的準備工作 跟當下執行 那準備工作例如說像要Mapping 就是你可能要把你的電腦畫面跟LED那些東西Mapping在一起 那我們會稱這個階段叫VJ Programming 那個時候就是可能我負責前面這個VJ Programming的部分 然後我就遠端操控那邊的電腦 執行就還是給當下的VJ去執行 OKOK 對對對 但其實前面有沒有Programming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 例如說剛剛有講到遠端工作 那我其實有蠻多事前工作是在台灣不太會遇到的 例如說可能我們前面會溝通說那可能一些VJ Rider 但那個溝通的方式跟台灣在對單場的演唱會什麼的其實差很多 因為Tour它可能一次是二三十場 那你會去的場地可能會有非常多間 你要用什麼樣的說法可以跟他們所有的人這樣溝通 其實我覺得還蠻 這是文化的問題嗎 還是說因為以前沒有Touring過 是因為台灣最多一場演出的Tour 頂多就是市場 所以你大概拿同一個規格的東西你去對 頂多就三四個場地 譬如說以美國來說 它可能是整個全美 東部 中西部 西部 可能會有超多間夜店 然後每一個Club都要重新賣 對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跟他們溝通 其實這個跟台灣的在做演唱會或者是 Scale不一樣 對 那個Scale不一樣 所以其實Mightset整個不一樣 但我以前大概可以想像 但是我沒有真的經歷過 所以那時候經歷了才發現 他們是怎麼工作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知道了說 可能Tour Manager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會幫我們準備什麼做好事情 那個也都是在台灣不要沒有機會學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印象蠻深刻的 我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感覺會有跟國外的VJ應該會有交流 那你覺得像從台灣出去的VJ跟國外 有最大的差異嗎 語言 沒有啦 我覺得差異都不在技術上 技術上大家會的東西都差不多 差不多 對 那唯一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一些在溝通的環節上 他們的態度可能會跟我們面對客戶的態度不太一樣 但這個真的是文化成長的差異 那接下來的問題想要請教老師 因為你其實也有做很多跟影像有關的 其實跟VJ我覺得是很不一樣 就像你前面說的 一個是偏production 一個是偏show 那你覺得這兩者之間 你覺得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在純執行的話 我比較care就是說 現場觀眾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會很care說一些對點的氛圍 以VJ來說就是如果今天幫一個DJ打一段set 通常我的方式是 有時候我在drop的時候 我一定是把影像給要最滿最炸 然後可能一些古典的大點我都會閃白 或是閃很比較亮 因為我覺得那是配合燈光 會給現場觀眾一個視覺的衝擊 我可能在drop結束中間 第二次主歌或是中間的bridge 休息的時候我就會把背景的影像收黑 可能只留logo或者是全黑 讓大家眼睛休息一下 就跟DJ放歌也會給大家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就是我會比較注重在現場的時候 但是製作的影像上 如果我今天是要做一個visual license 或者一個動畫或ZMV 我如果在休息的地方 我就不可能把畫面留黑 因為大家今天看的是 可能只是用手機或者是用電腦螢幕在看 那就不太可能可以在休息的地方 做整個收黑的這種事情 或是留白 那個跟現場看那麼大的LED是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製作上 這個的面積會不太一樣 製作的邏輯相對不一樣的是 如果我今天做的VJ是要給別人播的 那我也會去考慮說 什麼東西我的對點是要先事先做好 什麼事我可能留給現場VJ做 這個邏輯也會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你的優勢其實蠻大的 因為如果你同時會VJ 你會做這些其實你可以從很多的面向去 替人家多享有那種感覺 而且因為你同時你會製作 你也會VJ 所以其實你有的彈性其實就會有很多 就會說不會被限制住 而且因為你又對歌曲又有了解 那我覺得其實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個人會覺得這個算是 我覺得我能掌握比較算優勢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對音樂的了解算深 一些做音樂邏輯我也大概懂 執行VJ在想什麼 製作動畫的人在想什麼 這些邏輯我大概都懂 因為我都有接觸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幫助就是在溝通上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省時間 因為如果可能有碰過一些做影像的人 他們單純就是做影像的背景起來的 那他們不一定對音樂的產業非常了解 因為我自己聽過一些朋友有跟我分享過 就是他們遇到的困難是說 我今天在做一段動畫 他可能做動畫做得超級屌 但是他可能有時候你說要他對點 他會突然覺得不知道要對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我就比較不會遇到 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音樂的人 對音樂的掌握度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你會知道大家要的東西是什麼 可是他們可能就太專注在影像這一部分 就變成我比較可以抓得到 音樂跟影像之間的平衡 我覺得 那因為剛剛講到其實VJ這一部分 無論是執行還是說製作 其實你都滿有心得 那這一路上你覺得遇到最大的困難或是挑戰 我覺得什麼 我覺得一定會一直遇到困難 那困難是我在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點 就是最一開始會遇到當然是說技術上 我會覺得啊我不足人家 我夠會做素材 或者是啊我執行以上 好像別人就做的比較屌 我做的就夠屌 所以就會想要去增進自己技術上的這一塊 那中段我遇到困難可能就比較是在一些 對於硬體上的理解 可能會覺得比不過人家在硬體公司長大的那些職人們 就他們可能本來就已經很懂說舞台的一些可能結構 然後一些硬體上的需求要怎麼對 那我覺得中間會比較遇到的困難是這個 加上因為我之前也有做一個 Beatbox的世界賽 Grand Beatbox Battle 搬在波蘭 那時候我也是負責VJ這個角色 我要過去放VJ跟做一些素材 那其實那時候我覺得遇到的比較困難點就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工作習慣 或者是他們常用的硬體設備是什麼 但是因為我又必須要去統合這一切的需求 我要怎麼不卡死在台灣的工作方式 又可以同時跟他們溝通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又蠻難的 然後加上因為不是說同一個語言出身的人 他們英文也不一定很好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變成你的溝通成本會高很多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解決一件小小的事情 我覺得中段我最常碰到的困難點都比較是在溝通 然後對一些細節啊硬體需求這一塊 你說現階段我覺得遇到比較困難的事情 錢吧 就有時候會覺得說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大 可能總是會卡在說預算不夠 或者是資金不夠這些事情 包括有時候也會想說要出國去Tour啊什麼這些 那有時候也會因為他們可能預算不足 也不一定能帶上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我會很希望可以幫一些DJ 或者是跟著一些DJ一起給大家最好秀 但這個就會取決於現實條件 蠻無奈的啊 真的 那在訪問的尾聲之前 我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對於一個想要踏進VJ 專門在做秀的這種VJ 不是做火搭片這一塊的人 你會有什麼簡單 我會覺得第一就是除了去熟悉這個軟體之外 因為其實你要學軟體非常簡單 就是YouTube打個什麼什麼什麼Tutorial 然後什麼VJTutorial 你一定可以學得到那些最基本你需要的技術 但是我覺得VJ執行這一塊最大的差異是在 你到底知不知道觀眾在什麼時候會想要什麼畫面 或者是你能不能get到說 什麼樣的音樂配合什麼樣的效果 能給大家有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當下是可以夠爽的 我覺得這個是蠻需要去觀摩跟研究的 那我自己的建議是 可以去YouTube多搜尋一些可能大型的音樂技 跟一些可能百大DJ他們是怎麼在演出的 就是有蠻多都可以去看 像可能Ultra Tumorland Ochella EDC 這些都是最大的Facebook 他們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 有Techno的 有Drum & Bass 有EDM的 實驗的 全部都有 那每一種的曲風對於影像需求也會不一樣 那我的初期建議就是除了學會軟體之外 就是多去看這些演出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你就會比較有概念說怎麼放 會比較對到大家要的那個點 所以其實還是要試著從觀眾的角度去揣摩 當然也不是說全部配合的觀眾 我其實覺得最簡單的mindset就是 如果今天是你在看這場秀 你希望看到什麼 大家用這個邏輯去感受一下 就會差蠻多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季雲 ASKING G 給大家的一些知識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VJ在這一個產業其實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相對於這方面的知識 或者是訪問了解 好像國外的知識還是稍微多一點 所以也今天非常感謝季雲可以來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這邊都會幫我們轉告給季雲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看 那如果有什麼影片上面的問題 或是影片上面建議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